1月7日,北京城市副中心举行首场新闻发布会,相关负责人介绍副中心产业发展、副中心规划实施等有关情况,并回答记者提问。 北京城市副中心党工委副书记王成军在发布会上介绍,目前副中心市级重大工程共115项,总投资1661.41亿元。 在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方面,2019年,北京东六环路改造工程实现开工建设,广区路东沿工程亦实现全线禁地施工。 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工程也已实现开工,预计2024年年底具备通车条件。 王成军介绍,在文化类项目方面,北京城市副中心剧院、图书馆、博物馆三大文化建筑正在紧锣密鼓建设,计划2021年底实现外里面亮相, 2022年12月底军工。 其中,副中心剧院是集演艺演出、艺术创作、艺术教育、现场体验等功能于一体的艺术宫殿,又名文化粮仓。 其设计理念源于通租股粮仓和运送物资的船舶,对标世界级一流剧院的标准进行设计,建设将满足世界级的水平的演出要求。 王成军说,北京学校项目、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新校区项目等也已开工建设,分别计划于2020年12月底、2023年12月底完工投用。 王成军说,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新校区项目建成后,将对北京中心城区重点高校的人口疏解起到示范带头作用。 此外,北京安政医院通州院区、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项目的各项工作进展平稳。 王成军说,副中心日前对2020年重点项目进行的梳理,初步拟定182项市级重点工程,总投资1695.8亿元。 副中心将以打造高水平综合协调指挥平台为目标,高质量推进,各项工程建设取得新进展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